为众开发则 光是功德保 光也妙发 令中侮辱 导规极乐就尽菩提 这两句决定不能少 如果不能导规极乐 就没有办法就尽菩提 为什么 上上根人少啊 到哪里去找啊 上上根像慧能大死这样的人 几句话 一点他就通了 就毫无障碍了 这种人太少了 这说是邓武 贱物的呢 有 历代都有 贱物就是要学很长的时间 那连我们这个时代 还有 海贤老和尚 海贤老和尚不是顿武 是贱武 那我估计他是二十年 他二十岁 出家 似乎教他一句佛 嘱咐他 一直念下去 他听话 他睁开 以这么一个老师 幸运持民 一向专念 二十岁 顶多三个三年 三年到五年吧 他能够念到 功夫成品 这是我们念佛法文 第一个层次 念到功夫成品 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 很可能阿弥陀佛就跟你见面了 告诉你 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 到时候我来接引你 心顶了 那么从这个往上再提升 大概五年吧 他就能得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神方便有余途 功夫等于阿罗汉 再向上提升 五年到十年 第一一心不乱 就是大车大悟 民心界限 在什么时候 我估计是四十前后 他得到的 所以他曾经讲过 我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不是随便说的 民心坚信 才什么都知道 一般人听不懂 他这个境界 跟慧能大师 大车大悟境界 相同 能大师是等悟 豁然可悟 他是二十年功夫 达到这个境界 那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普通人 用二十年 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只要你真真地 一句佛和你到底 我给大家说过 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 出阿弥陀佛这什么都没有 你能够保持二十年 就有可能 到这个境界 离异性不乱的境界 阿弥陀佛 进度 神十报 专严度 真正不可思议 所以为中 开发藏 阿弥陀佛 这个动识 之九界众生 包括 菩萨 人觉 声闻 六道 一切众生 开 开佛 至见 一场云 开释之一 这开释两个词 在此地说了 开释 不容易 开释 让听众的时候 能误入 误入 就是大吃大悟 明信见信 像无阻 对慧能大死的开释 用情看情 讲到三分之一 他就快误入 他就误入 后头 不要讲了 阿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陀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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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